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 谢谢你们多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图磊 欢迎来到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本节目由三合一新方法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活出 来我们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 心理专家夏冬豪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主播柴子璐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的故事 我和老伴都快气死了 结婚41年 一想起来这事有点挺不好意思 来进入老年生活的我 曾经啊 差点酿成老年婚言的危机 和老伴闹白了 那段时间 我们俩经常的冷战 互相看着都不顺眼 我甚至连着一段时间 吃完饭我就出门 我硬会啊 到草场上看人家唱歌跳舞 我也不愿意回家 现在我想起来呀 自己自己的太不应该了 所以今天我想对他说 老伴对不起 我差点毁了你 也毁了自己 我们掌声有请 被制线人妻子赵秀梅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你好 您多大年纪 我68 68 这个你老伴比你大比你小 我老伴比我小一岁 是东北的是吧 东北的 沈阳日 他说他差点毁了你 也毁了自己 这个毁什么意思 我们俩曾经闹过很多谋 我都说了 不想和他过了 要离婚 你这个离婚是半半嘴 随意说的 还是真的思前想后 那前我是真的生气了 我觉得和他过不下去了 是吵了还是闹了 还是怎么了 我们俩不吵 是冷断 冷暴力 因为他经常忽视我 不注意我的感觉 结婚多少年 我们结婚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都赶上快禁婚了 是啊 几个孩子 我一个女儿 他自己在生活当中向你道过歉吗 没有 所以你今天特新鲜 要到这儿来听他道歉 来 我们掌声有请致倩人 王万诚 主持人好 三位嘉宾老师好 你好 请坐 退休了哈 退了 退了多久了 2011年 说说吧 说说冷战的事 2010年前后吧 左右 前后退休了 孩子已经结婚了 家里边也没有什么事可操心 从那个时候前后吧 我们这个感情就开始疏淡了 就是脚这边这日日过得也没啥味道呢 对他吧就是有点 就是看着不顺眼了 你是嫌别人老了吧 也不是 他里边是由于性格脾气爱好很多综合原因 不对啊 如果是性格爱好脾气的原因 你们俩都出了40多年了 你这会儿你说这有这方面的原因 那可不对啊 真正就是这种原因 那你的意思是说 以前女儿在的时候 你们忙女儿的事 所以没有把这个矛盾和缺点暴露的这么突出 对 这一闲下来两个人大眼瞪小眼 你会发现这事 对 越来越突出了 对 然后呢 我说我吃饭都白喝在一起 吃饭都不在一起 白喝在一起 反正要是在一起是吧 有时候我看他吧 手要不好使吃饭脸 翻脸跑脸上去了 遇到这时候我就要说他两句 一说有时候还给他说哭了 反正有时候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 这玩意就是说 他也老宠着我 也老惯着我 我就养成一种依赖 他宠着你 宠着我 惯着我 哎呦 这话特肉麻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吧 他付出是应该的 不是大男子主义 实际是一种小男子主义 这样慢慢就给我有点惯着他 不尊重他了 不分时间场合 也不管他什么感受 有时候睡着小时候就埋着他了 或者是忽悠他了 这话说的多遭人恨 人家对你好还坏了 把你灌着不成样了 然后你还任性呗 任性 他都任性的怎么伤害过你 除了不跟你一起吃饭 我们俩说这话就要长 我们是中学同学 念了一年书 完了我们就当自卿去了 六八年就下乡了 等一下我们是也没太了解 你们在一起下乡是吧 在一个地方 在一个点 我们那个青年脸就是 二十多个人 我喜欢照顾别人 我对我们同学啊 对我都很好 我也总帮他 他当时长的是不起眼 挺一般的 但是呢 觉得他的人呢 还不顺 挺诚实 挺好的 他一直管我叫赵姐 赵姐 对 我以大姐之举 还做饭 就像家长一样 对每个人 那会儿下乡的时候你多大 十六岁 这么小啊 六八年最小的 那会儿懂爱情吗 不懂 那就是赵姐 是真正的赵姐 这事要得说 夏江四五年了 这时候吧 有一天下雨 不能出工干活 这男知青们 在这屋砍大山 聊女人呗 其中就聊到一个 找对象的标准 就聊到这个话题了 反正每个男知青们 都按照自己的标准 去描述 我听他描述完之后 我一听啊 有的就像西石 有的就像杨桂飞 反四大美女 都让他们描述 插到了 等到轮到我描述的时候 我就说这么句话 我说呀 是找对象啊 就找像赵秀梅那样的 就行 这是你的心里话 这是我心里话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那时候我的情况嘛 不行 我就想嘛 咱来找个对象 马上说的 能做饭就行 他恰恰是炊事员 那就是你先喜欢上了他 我喜欢上他这个类型的 还不能直接说是他 因为那时候我不敢说是他 因为我的条件不如他 我的条件 按照现在来讲吧 就是单身狗的材料 不行 所以我找对象的标准 特别低 说不好听 这句话 能做饭就行 这话传开了吧 本来我说找对象 唱他这样行 结果传他耳朵里边 啥话呢 老万想和他搞对象 但是吧 不是我和他说 是通过传到对象 有时候这个舆论嘛 也成事 也坏事 也不知道咋的 传到他的之后吧 挺好的吗 他就做出点反应 有点反应 有点反应 有啥反应 我觉得在我们同学 已经在大部分 都在搞得像的情况下 那有一个人要追求我的话 我也不说反对 但是我也不说 对拿他呢 真正的当恋人 就是有点窃喜 就是有点透抽的小经济 从此你是不是 对他照顾一点了呢 对呀 因为我做饭嘛 就是从此以后呢 我对他呢 是也挺好的 那他呢 我做饭 他帮我 爆柴火啦 摘点菜啦 我要是做饭 他帮我抽把火啦 这样的事里 我们俩是 感情拉近嘛 谈上了 那个 当时他的反应吧 我就觉得对我好了 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那天冬天 我穿的挺少地冷 他就给我做这个 贴身小棉袄 哎呀我穿的真暖和啊 后来我一手 他就用棉裤给我改的 谁的棉裤 他的 把他的脚换到你手上来 不对 那你说的已经对 我当时 是把我的一个坎尖 就是给他护了一个 棉袄 那没袖子啊 然后我就找了一条 闲着的棉裤 这棉裤腿 拿下来 给他上了一个袖子 反正我就觉得挺暖和 也赶紧说是温暖啊 因为我也看出来了哈 他既然对我这样嘛 那就一种 朦朦胧胧的 那种哈 就是按照现在说的爱情 但是不敢挑开 不敢公开 这时候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 那经过了多少年结的婚呢 77年我们回 都回城之后 77年结的婚 婚后他对你好不好 他那时候吧 脾气不太好 急躁 但是他对我还是挺好 从来没法过活 那你生孩子他对你好吗 我生孩子呢 哎呀这生孩子我说吧 这我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你犯错误了 78年在准备生孩子的时候 发现下午吧 有点反应了 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 我弄个大自用车 给他拖到医院去 到医院之后吧 我给崔孕产房 也等了两三个小时吧 也没动静啊 我后来出来护士 你别等着 别给他等着吧 你回去吧 我去看 我就回去吧 我就回 回哪回家了 你把他认那 你回家了 你待会让我回去的 回家我现在 晚上我再看上去 晚上我就一睡 睡过劲了 过有时候 一醒天亮了 天亮我赶紧就往产房跑 我往医院跑 到医院医院 那个产房还生完了 结果呢 我就说这生完了 完了产房这些人啊 就开始指着我了 甚至人都骂我了 说你这人 真的啊 自己的老婆生孩子 你都不在身边啊 而且都冲我来了 但是我说的 我不是 不是不想 就是我理回错了 叫我回去啊 我就回去了 这件事吧 就到现在 我就 他在这医院医院的时候 我没抓到 就他生下来的时候 你不在 不在 而且我们就俩去的 就谁也没 家里一个也没有 就他自己 生他的气吗 嗯 我不生气 我也不指责他 因为我也了解他 他不懂事 这事也不明白 这也不怪他 我也不明白 这咋不怪他呢 上海的你说 哪有两个人 骑个大二八车就去了 倒着把我扔了 大伙一说话 我也觉得啊 好像 哎呀 我不挑他 我自己选择的爱人 你那会不需要他吗 但是我也 我也需要有人在身边 但是那时候就说的 我自己选择的他 我就想拿他 当一个大孩子一样 我就在包容他 真的 不想 他 不太管你 那他的精力 投入到哪去了 他投入 工作呀 他工作非常认真 认真 他是什么工作 他是学校的 后勤校长 后勤校长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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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基本上是在学校忙的时候 基本上就不顾家的什么 对 对对对 他过年也不回家吗 就三十下班 三十他总是班 那你干嘛呢 在家里 我在家 所有活都干呗 你们过年不会放放烟花泡 这样这啥的吗 那这个事吧 也有点惨 我姑娘小的时候吧 孩子看人放边放炮的吧 也想出去放的 但是他每年三十都是支班 就是我陪我姑娘放 做我作为女人 我也胆小 不敢放炮 我们只能买点吃花什么的 很小的小便 买点花 给孩子玩 小烟花 你啥感受 会心酸吗 有时候也有 有那个意思 现在其实想想 大过年的这么些年来 一直是他带着女儿两个人 看着别家放的烟火 你忍心吗 比如说现在要叫我做这事 我不做了 我必须得陪他 他现在懂事吗 他现在懂事 到了67才成熟啊 不是 他说的这个都不对 我说我要懂事 我应该在 五十五六岁的时候 我叫懂事 你说的这么骄傲呢 你可不是说 你可不是说懂事吗 那这样这样 那个时候吧 我发觉什么呢 这是你不好 那他病毒就了 气管炎 那个血压 高血压 心脏病 骨瘤 哮喘 1200度的进死 白内障 他到医院要检查 咱们说吧 都有点 总是抢救那状态 他这身体是 这些年来逐渐累积的吗 累积的 那他每次原来在病的时候 是谁照顾他 我啊 那说明人家还是挺懂事的嘛 是 所以我说 他现在懂事 已经长大了 很成熟 所以说 我也想谢谢他 因为他不离不弃 现在对我的糟糠之息 也不吓他 但是吧 他说的孩子不准意 他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 我绝不能秀手方管 特殊事 毕竟还少啊 有一些事吧 就回想起来 你比如说 他呢 带孩子做饭的时候吧 孩子没法砍 他就让我吧 砍 把奶粉兑好之后呢 让我 把我喂 我吧 他真不爱看 他也不会砍 我给墙上吧 就钉着钉着 把奶瓶子挂上 把奶瓶子 让孩子嘴里边拿了 我行之后 就折了呗 我该干干 我是看书 但是奶瓶子一裹 他冻着呢 他就脱离嘴了 完了就哭 我也没注意 他听着之后来了 他就积眼了 我也说 你和我积才 我看孩子就这水平了 本来吧 我这事做的并不太好 但是我还叫他 他叫他有理 就这么想来 其实这些年 你们俩之间 还依然是大人带小孩 大姐姐带弟弟的 这种模式 但是呢 你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有所照顾 但只是照顾的 不是那么细心 时而好 时而不好 对对对对 对吧 对 现在懂事了 他也渐渐成熟 你看我现在身体不好 一身病 他就非常包容我 我们俩就是开车出去 自下游 已经有九个人头了吧 就您这身体 对 我们俩从 11年 就退休那年是吧 对 他退休 他退休 杨哥说是 11年 11年 对 那说说自加油的事吧 怎么想着去自加油的 这事要说吧 在2010年那段时间 咱俩已经达到高峰了 那就是几乎都不说话了 有这么一次啊 女儿发现我们这种感情不好啊 她就啊 领我们上海边去 游玩去啊 带我们去 到海边的时候 女儿跟我一目 跟我妈拍照 妈就要拍照 我呢就说 配合呗 不能让女儿知道 我们冷战成啊 我就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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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知是什么的 那我一看我说 你的体型照啥线啊 对不对 不是千水艇 就是航空母舰那样的 啥 她很胖吗 我告诉你 她生完孩子吧 1米58的鸽 体重180 你想想吧 我那天我想抱着 俩鸽都不够长 就出现那种情况 现在吧 她是糖尿病之后吧 也没减肥 瘦下来了 时至今日 你说起当年她的体重 还是义愤填膺的状态 不算 你那会儿是不是想美女了 天地良心 没有 你是不是对自己的外形 有一点优越感 不是不是 就是我们俩挺有时候 我们家在一起说的时候吧 要扔在沙漠里边 她能挺一个星期 我三天就赶吧 你看她 这个形象 这比喻很形象 所以说 有的时候我还得依赖她 好好好 就那次女儿带你们出去玩 去海边 对 你们俩之间还有情绪 那怎么样呢 接触那天我就发脚吧 她脸上出现过 稍有的那种兴奋 这事吧 就给我们就留下一个什么的 自驾游的铺垫 你兴奋啥呢 那就是说得出去玩 还是挺开心的 就好久没出去玩过了 对 好久没出去了 就突然之间感觉 可以有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对 是吧 看她也挺顺眼的 对呀 给我照相啊 摆了呢 她不也得说话吗 有交流了 我们有当时的照片吧 在海边玩的照片 这看不到身材 她不敢露出来 露出来以后 你用了几个揪生圈啊 那我女儿女婿 他们都上去吧 我爸你照相得了 都给我了 这是我也在照的 你是站在哪儿照的 在岸边 你在岸上 你下了水没有 我没下过 为什么你没下水呢 我鼻子呛水 我有时候一洗点 你可以用救生圈啊 你就救生圈嘛 我要水珠打着我鼻子 我脑瓜眼就疼 不是人家一百八都敢下水 对吧 她本身有福利 我还不行 这是她先天之恩条件 我不敢下水 我一下子像树盖 出头蹭底了 这种人啊 她一直说话这么幽默吗 是 她这样说你生气吗 说你潜水艇 爱耍耍耍 习惯了 习惯了 就是她以前也经常这样损你 对 她总损我 有时候我也不满意 但是习惯了 也就 你好损你这样子 你都六十多岁了 你还损人家 其实这个话吧 有的时候吧 在意脸的感情啊 当你感情在一起的时候吧 说的深点 钱点吧 无所谓 那个时候是感情好 那个时候吧 我是现在说钱 当时我没敢说啊 说的那他不是什么 那个时候没敢说 那时候没敢说啊 因为那时候感情不好 那时候感情吧就不好 你还是有分寸的嘛 我也说了他这一季啊 还在这边不好嘛 就自从这次出去之后 你们两个关系有所缓和了 有所缓和 然后呢 2011年 那家都行买车 我觉得啊 汽车是一个男人的大玩具 我也买一个呗 我去先学驾照 先学考驾照 十四点考 你都多大年纪考驾照 不是 考了多少次 一把诚 一把诚 你看看那这玩法 我就悟性好 那教练都说 我在驾照拿到的当天 上午四点钟拿驾照 拿驾照到车里边 买一台车定下来了 但是开不回来 开呗 你那个吧 不行不敢开 是心里过不去 过不去 那么开不回去咋 找个人呗 朋友给开回去了 买辆什么车 轿车还是 轿车 两箱要轿车 回来以后第二天 我就开始单独练车了 你拿新车练车啊 对啊 当时你们俩都很正常嘛 多少钱那车买的 当时还5万 你们当时两个人的储蓄 大概有多少钱 好像能有六七万 那差不多就买光了嘛 我们俩好像不赚钱 一句 买啥就买啥 你们俩在花钱这方面 还是挺有共识的是吧 嗯 我说买车吧 讲来你上市场买菜啥的 我开车带你去 哎呦 男人都是这么说的 买车的时候说 我送你上下班 对对对 你是赞同他买车的是吗 我 当时反正我也不反对 不是 你真相信他会开车 送你去买菜吗 那都不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玩笑话 但是还是给他买了 对还是买了 还是惯着他 对 第一次自驾游去到哪儿嘛 第一次自驾就是车买完之后啊 我就发脚吧 我喜欢开车的感觉 他有一个坐车的性质 他坐车还有性质 他往车上一坐吧 就像小孩进儿童大四季似的 哪都好啊 他坐前排还是坐后排 坐前面 他给我压车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压车 你看 他不老不放心嘛 滴个鸭了滴个水了倒个茶 好处是 不计划 坏处是啥呢 油好提高了 那你和他这一趟里多少油啊 但是我发脚什么的啊 看啥都好看啥都好 我就感觉 我这小车没白买 起码他喜欢呢 我就发脚吧 他在我身边潜伏这么多年 我才发现我们俩的共同情趣 我爱开车 他爱坐车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现代的这种家庭来说 尤其是你们这个年代的家庭 你们这样的年龄的夫妻 第一辆车 对于你们的生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是生活质量的改变 一年像你们这种年纪的人买车的还挺少 第二是你们所有的积蓄 第三在家里面过得老不开心了 哎在车上 对 到重新开启了你们的第二春 对 第一次出远门是去哪呢 出远门北京去远吗 北京 嗯 为什么第一次选择选择的是去北京呢 也是吧 对于这个祖国首都的那种 没去过 没去过 他比如说上北京 在沈阳湛 沈阳湛有一个叫大帅府的 嗯 大帅府他都没去过 嗯 然后去北京是你们两人达成的共识 达成共识 我们为啥区别 你这里有个情节啊 有一次吧 他脏了咱们三位边俩 那个露营去啊 带个帐篷 然后就行的晚上住帐篷 白天啊 结果一到晚上下雨 帐篷 就是再去北京之前 你们已经自己加油过几次 不就是练车 练车也练车远一点 跑一天 练车带帐篷 他那意思想啥呢 想给他住一宿 完了吧 当天晚上下雨 帐篷住不了银 咱俩就钻车里去了 在那前座一放趴下 半躺半卧的 他说的 这车里边要是有个床 那多好吧 你那车多小 还放床呢 你看看你不相信吧 回家我没几天 没花一分钱 我床躺出来了 床一米七二 宽一米三 谁提出来的要织床 他提出来的 为什么要在车上安床干什么 因为下雨我们也出不去 就懒着说那些聊 也不能干啥 你是说那个下雨 对啊 张鹏住不了 对 就带车车车车车车 搬躺半卧 我就跟他车上呆着 所以就想织张床 不是啊 这车里头要是有个床 咱们躺着多舒服啊 你那床怎么织的 后座把那废废摘下来 扔下去了 它后边不通了吗 你就 你就 这个时候就一米四 把前车绒放爬 往前一推 又降出三十二公分 躺在家里的床上 和躺在车上床上 这个性质不一样吗 而且做梦吧 和那个汉那个 什么酒店都一样的 原来各家吧 台南屋北屋吧 就有一种妈妈 这个车里边吧 谁离不开谁呢 就是不想面对都得面对了 不行了就俺俩了 一到露营地的时候 挺好赶快 我要搭床 他做饭 这车现在还开着呢 开着 我都想开车来了 为啥到北京呢 我们想车里住 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不下管 转着不住店 车里睡觉 车下做饭 高速不跑 专州国道 花钱是景点 一律不看 你那东西放哪 你还是锅灶之类的 你看看吧 放哪吧 因为你把那个后备 后边那个 那个座部拿去 后备不有货备箱吗 我打个小箱子 这箱子分三个抽侠 锅碗 漂胚块 全有了 那你的衣服呢 被子呢 衣服你有两个行李袋装衣服 你背部睡袋 卷摸卷摸 两个睡袋装一个兜里边 去北京是有什么愿望要实现 愿望三个 哪三个 你说 哪三个愿望 我说有三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呢 我们准备在天安门前 走一下 就看一下天安门 对 在天安门前走一下 第二个愿望呢 我们就想在天安门广场 露营一序 那不可以的 还有第三个愿望 就是说 想参加升级一次 不是想参加是想观看 你参加不了 想观看 都实现了 实现了 露营是不可以的 露营 那咱们享用飞飞的 但是我们在外边在那个 中山公园西墙 也就是说 我皇上墙盒底下 我露营两天 对 这车就停的了 就睡的车里了 以前没这么融洽过 对 你会发现突然之间 开一辆车出去远行 丈夫的以前的一些冷漠 都没有了 对 两个人之间变和谐了 对 你们这个晚上住在哪 选择在哪儿露营 基本上都是谁定 是你定还是他定 一般呐 就是说的 我定 你定 我定嘛 但是呢 他要是不同意的时候吧 也不能住去 完了我也不愿意 你说有一次吧 就是我选择两个露营地 他说不行 那你再往前开吧 走到一个大院 有门打的 可好 里边加单加水可好 我就开进去了 往那一瞅 第一告别时 第二告别时 往那上面有一个牌子 古灰寄存石 你说那院里面是啥呀 蓬莱先进 蓬莱先进 我说也别行事他了 赶紧要圈跑出来 就地告别吧 这就跑出来了 跑来马上找第二个 他要告第二个 那个地方行 往那又进去了 进去之后吧 一个大围墙 那天都茫茫黑了 个围墙里边一瞅啊 完了结果那边是坟地 不知道 能办一夜间吧 我下半夜去接手 完了吧 我就听上来 哗哗哗哨哒哒哗的 哎呀 回头一瞅呢 像刚上完坟的 白帆哗哗哗的 什么再加上那个 反光什么 calder 在教練說大家給我嚇的 我都不知道幹啥去了 急著咕嚕跑窗裡邊 啥叫屁股尿尿 那回我才知道 這不就他選擇良英帝嗎 選擇良英帝以後 待會他選一帝 他不敢選了 但有時候還在倆人共同商量 對 一般情況下不都找到 我們合適不影響別人 選擇這樣的人 就為一些這樣的事情吵架 那有最感動的時候呢 也有感動的時候 比如我們上西藏 上西藏 都有很多讓我感動 上西藏我這個體格 直接高翻 本來他就笑喘氣而言 大家有點動作 那就更不行了 跟他去晚上露營的時候吧 他不行 他那不能動的了 我就趕緊養氣管子 什麼玩就趕緊忙活他 忙活他之後 我也不行了 他那都躺著嘎嘎 他當時他都哭了 還行 他說的 哎呀 他說的這氧氣啊 你別給我吸了 你吸吧 他說的 你說吧 我說啥事 他說啥事我能說得好 我說啥事咱倆就都完蛋了 他說的 你說我這要回不去 看不著外孫兒了 回了家了 我要回不去啊 我要是病了 影響你啊 他說他就哭了 你哭了嗎 我沒哭我心在哭 你這些年哭過嗎 他也哭咋不哭呢 人都會哭 就是當時你哭了 他也哭了是吧 當時你不知道當時他可慘了 那我當時眼睛馬上就下來 一吵他 這嘴甲子都 確清確清 都有血 鼻子全有血 眼睛都是血絲 那小臉辣黃辣黃的 小臉 就一點人樣都沒有了 我就覺得說 老萬呢 夠嗆啊 我一看他那 我的心眼睛 嘣嘣嘣嘣 都能跳出身份兒 都敢說摁著點兒 不然都能跳出來 所以咱倆養氣 那養氣還不多 所以我說老萬呢 你吸吧 我吸腦不行 嗓子辣 讓他吸 你就省給他吸吧 對我想讓他 要不然我本來身體不好 你讓我死就死 就讓我死了 讓他活著 如果那會兒真的要死了 你最想跟老萬說什麼 我就想和老萬說 老萬呢 你身體比較好 你好好活著吧 或者你再找一個可心的阿姨 你真想過這事 我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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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再找個啥樣呢 找一個可心的 什麼叫可心 瘦一點瞄掉一點 瘦一點瞄掉一點 自己看著養眼呢 真的讓他找啊 找吧 我不反對 那我都 我的眼睛一閉 我管人家嗎 我不管 我希望他好 那你呢 我從來 我在那越關鍵時候 他越幹啥吧 我要越裝出點那個什麼 你哭了 我心裡再難說 我也不能讓你看著我什麼來 他得依靠我 我得必須給他精神上 給點力量 我明天就是倒下了 我叫他 他也看著我這樣呢 精神的力量 對他來講也很重要 所以那天晚上嘛 雖然說我這鼻子躺血 這麼幹啥的 我說沒事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我就能把你喘氣帶回去 不過話也說回來了 在退休之前 結婚將近三十多年 嗯 好像還抵不過 這自駕遊的一兩年 確實 所以其實想想以前 再對比一下 我們現在很多夫妻的生活 是不是特乏味 雖然同樣是在一張床上 你玩你的手機 我玩我的手機 回了家之後 他在廚房 他在沙發 彼此之間好像說不上傻話 雖然有一個家 一百平米兩百平米 但其實過的真不是 夫妻之間的家庭生活 對 你們倆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剛剛說有最危險的時候 有最感人的時候 有最浪漫的時候 浪漫的時候 我現在沒走一步 老伴都得扶著我 扶著你 我說扶著是扶著 牽著是牽著 不一樣 牽著牽著 那咬牽著 那咬牽著 咬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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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 他也是冰棍 我就給他買這隻冰棍 他牙不行咬不了 我一看 血管 又不咬就化了 我咬 咬一塊 在嘴裡 咬 就是大天廣眾這樣 很自然的是吧 這很自然 為什麼要餵呢 實際情況需要 為什麼需要呢 他自己咬不了 咬不對 咬不咬不斷 你看啊 年輕的時候 趙秀梅同志 是一個很好的 炊事員 也是個很好的 飼養員 是吧 他每次他做飯給你吃 那現在呢 你這是第一次啊 你以前給他餵過飯沒有 沒有 你接他第一塊 冰棒的時候 啥感覺 你覺得這不可思議吧 但是也感覺挺好 那你 因為我們倆浪漫事 也沒少做 但這是最浪漫的 對 這是最浪漫的 其實剛才所說的這個鏡頭啊 就是他咬冰棍餵給他吃 這不是年輕人之間的那種浪漫 年輕人之間 我背著你跑啊 我有腳我也不走 我要你背著我呀 我要你餵飯啊 其實是一種撒娇和情感交流 對 他當時所說的是他咬不動 他必須要有這樣的行為 才能分享這根冰棍 所以我們印象當中 一直以來都是 老鳥餵給小鳥吃 其實那就是一種餵養和生存方式 但是剛才他們所說的這個 也是一種夫妻之間 相濡以沫的生存方式 是什麼觸動了你 你一定要來呢 我吧 想來的目的吧 只要他給我感謝 我帶你遊樂祖國的山山水水 開眼去領地跑那些地方啊 反正你不應該謝謝我嗎 但是在編導在和我們談這事 回憶的時候吧 往我發繳吧 不那回事啊 在退休前幾年我發繳 這有很多很多事我做的 這不是說讓他給我來感謝我 我應該給他道歉了 所以說這裡邊親中有一件事吧 尤其是讓我到現在就說 他和我說離婚是在什麼時候說的啊 我們東北地方就準備求菜啊 求菜我買進來了 我意思說的收拾完了 菜差不多的讓他往陽台上放 但是我可能買的菜質量不好 或者挺貴 那個時候我們感情都已經不太融洽 都已經平淡了 他就從我買的菜就來信 我回來我說 你為什麼不把菜放在陽台上呢 他就說的你願意放你放 我說你放就那麼難嗎 他說我就不想放啊 這時候人到這時候吧 就不讓步了 那時候我就火氣上來 然後他也上來之後吧 我第一次把手抬起來我想打他 但是吧 我剛剛要說打的時候吧 他哭了 他說第一次 哭 寬之後吧 已經醜了 那就可能那話說得太狠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穿的時候我一看 我有點毛了啊 然後我就給他安撫過來 醒醒過來之後 他非常冷靜 那老腕子我也看好了 不行 我們離婚吧 正中其次的 我們離婚吧 這麼過我也受不了了 完了我一想 哎呀 我就有點猛 猛過來我就醒了 是不是我欺人太甚了 是不是我這麼多年做的事吧 集累積壓到現在 引起的爆發了 我馬上就知道我不行了 這麼一回來 我一看我們到這來 不是你感謝我 我應該給你道歉 所以夫妻生活的經營 真的是需要兩個人 共同的去規劃 得有事兒才行 所以那首歌唱得真好 平凡之中也要製造 一點點浪漫 來三位老師說說你們的看法吧 很多時候呢 當女人說我要離婚 其實她背後的意思是說 我受傷了 我需要你來安撫我 我需要你來愛我 所以你更要好好的去愛她 在王大哥上除了道歉 我看到很多的感恩 因為感恩是來自於幸福 懂得感恩的人 才知道幸福得來的不易 才知道更懂得去真心眼前的人 也因為感恩呢 她也懂得感受愛跟付出愛 所以你們會更加的幸福 所以我想在這裡 謝謝你們來了 向我們展示一下 老年之後一個幸福的生活是怎樣子 是要找到共同的嗜好 而你們找到了 所以這點我是非常贊成的 所以祝福你們 將幸福繼續的進行到底 謝謝你們 我來拍好了 謝謝 旅行 讓你們的關係 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 我就在想這個旅行 可能帶給你們的就是改變 就是新鮮感 一個新鮮的就是這種景色 第二呢 這種新鮮就是你們角色互換的那種新鮮感 一直以來趙姐不都是 當姐姐一樣的在照顧老萬嗎 把你當孩子一樣 但是在這個旅行當中呢 趙姐卻成為了需要被你照顧的人 而您呢 您也變成了一個 特別能立得起來的男人 你變成了主星國 而且最讓我感動的就是 你們在西藏那次遇嫌 你剛剛說起來的時候情緒很激動 你說只要你還在喘氣 我就一定能把你帶回去 可能在前面40年的婚姻當中 你從來沒有那麼男子氣概的 給你對面這個女人說這樣的話 於是那種戀愛的感覺又回來了 當戀愛感覺又回來的時候 一切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表面上看啊 是旅行帶給你們夫妻關係的一些改變 但同時其實最讓我感動的一點 是這個旅行背後的 你們從來沒有想過 要放棄對方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 對於自己的婚姻 多一點耐心和堅持 說不定那個轉折點 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 謝謝你們來了 謝謝 謝謝大衛 我一直想為什麼呀 好好的家不待 那麼困難的一個小空間裡 到那麼兇險的地方 來尋找一樣東西 這樣東西很多人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丟了 這個東西叫意思 人這輩子 咱都是平凡的小人物 咱可能沒有驚天動地的意義 但是咱們活著 尤其是一對夫妻 他活著活著活著 最慘的時候大家都不壞 也沒有出軌 心心懇懇的工作 在一個屋簷下盡著自己的責任 但他沒話說 他把意思活沒了 其實很多很多的日子 就變成了熬 也許我們的意義 就是讓生活過得有意思 你們超過了很多年輕人 年齡不是衰老的標誌 是內心 旅遊最大的好處就在於 讓我們懂事發現新鮮的東西 如果我們想生活長新 我們需要不斷地到新的地方去 有新的經歷 接觸新鮮的事物 跟新的觀念握手 所以你們沒有老 你們還年輕 你們今天來跟很多很多老人 也做了一個提醒 要珍惜自己作為獨立的 人的權利 所以我希望你們 能夠 繼續行走 保重身體 其實 有人的地方 就是家 無論它有多遠 這就是一個現代老人 創造的新的 關於家的解釋 謝謝你們來了 謝謝 今天你們的故事給很多 現在正處於僵局的 正在冷戰的夫妻 有很多現實版的意義 也許告出了他們一種新的活法 盡早地終結現在枯燥的生活 和無謂的交流 其實特別好 接下來有什麼話跟你妻子說 謝謝你來了 老伴 趙姐 謝謝你來了 製造新的立場 由於我的無知 有於我的知識 在前三十年期間 在很大程度上傷了你的心 我就感覺到我做得太不應該了 所以在這裡邊 我借這個機會 讓你鄭 insignificent提出來 向你道歉 道解 對不起你 以前的圈已經放過去了 现在我就感觉到很幸福了 我也要谢谢你 这几年我过得一直很幸福 虽然说 以前也有过伤心 但是还是幸福的日子 比伤心的日子多 将来以后我会更幸福 本节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播出 没给你送过礼物 没送过礼物啊 没送过 没有 希望你也像这花一样 还有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买过礼物 在旅游过程中 我发现一个现象 很多老太太还批萨金 就网上就流行 萨金大妈单凡老头 他对萨金就挺喜欢 因为照相的时候非常方便 我发现之后吧 我也没搭理的 现在我就觉得吧 是时候了 我给他买个萨金 你给他批上吧 恰似春天 很惨 少时夫妻老是伴 老外谢谢 你们俩 关爱糟糠才是爱 哎哟天呐 有这么多手 花甲之年 众婉情 漂亮西洋更灿烂 我要我老爸更漂亮 我没白叫他 他刚才差点说出了 我没白疼他 我是说 我没白供他上大学 因为我没有文化 所以我不会输 他大学是你供的 对 像当年 他和我女儿一块上学 一个上小学 一个上大学 我用我的三十八块六 哎呀 不是大学生 所以他现在才 能说回到 他都替我说了 我不会说 他刚才说的那番话 在你说完之后说 有一番别样的意义 别看他小嘴巴巴的 那都是我培养出来的 对 你别看我不能说 我就当年那三十八 培养出他这小嘴 让我们一起 记住石老师的话 生活的意思 比意义要重要 谢谢你们 来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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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伴 谢谢你来了 对不起你 将来以后我会特性的 在这一场生活 分岁 分岁在你的风暴底 分岁在你的风暴底 此刻那些伤长不明白了幸福的意义 相伴到老 相伴到老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是一场非常深厚的缘分 我们希望所有的夫妻都能像这对夫妻一样 在生活当中不断地调整自己 发现对方在自己生命当中的重要性 好的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 想要诉说 同样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 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见